虽说NVIDIA和AMD推出的RTX30系和RX6000系的显卡已经有几个月了 但由于虚拟货币的暴涨以及黄牛的抢购 让本身就缺货的显卡市场变得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最近有消息指出 NVIDIA将有意推出专门用于挖矿的显卡 以解决目前的缺货问题 至于更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不得不说目前的显卡市场让不少玩家都心灰意冷 但总有人乐意看到这种局面 比如黄牛和邝老板 黄牛就不用说了 没日没夜的挂着软件抢显卡 只要一抢到 转手就是超级加倍 闷声发大财 而邝老板就更加恐怖了 无时无刻的都在与各大厂商紧密联系 只要一听到渠道有货 马上就是全部包烂 所以等到所剩无几的显卡正常流入市场时 面对着广大玩家的需求 直接就是秒没 而这就是厂商们耍后的间接原因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产能不足 近段时间以来 虚拟货币的价格不断上涨 屡次突破新高 这间接导致了邝老板们变本加厉的囤购显卡 从而让市面上的显卡越来越少 如此反复 直接让AMD和NVIDIA所谓的建议离售价 统统化为了泡影 而有货的显卡 全部都得加价才能买到 然而这种情况对NVIDIA和AMD都是非常不利的 其一是因为玩家买不到原价显卡 自然要怪罪到苏妈和老黄头上 其二是由于第三方厂商肆无忌惮的耍猴涨价 让本就不健康的显卡市场变得更加混乱 所以从长远的利益来看 玩家才是真正的一时父母 黄牛和矿场老板也只能图一时之快 面对这种局面 NVIDIA当然没有掉以轻心 其实他们也知道 就算未来产能上来了 但如果虚拟货币的价格依旧一路高歌 那么市面上的显卡依旧会被矿场大量采购 所以必须得做出点改变 近日在第十九届借评摩根技术汽车论坛年度会议上 NVIDIA首次谈到了 未来将生产专门用于挖矿的特殊显卡 而NVIDIA的首次财务官也表示 如果市面上出现了对加密货币的广大需求 或者看到了更有意义的数量 NVIDIA方面就会利用这一机会 重启CMP产现 以满足持续的采矿需求 随后他还补充到 虽然现在还看不到有多少三菱系显卡被用于挖矿 但他们更在意的是面向消费级领域的游戏市场 虽然目前还不能得知 这些特殊版卡的矿卡和正式卡有什么区别 但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些矿卡可能会没有显示输出 甚至还会采用一些有缺陷的纹理单元构成 至于它能不能像正式卡一样玩游戏 什么时候才能推出 这些就得由NVIDIA官方自己公布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样的做法确实能够有效缓解目前的显卡市场 所以在此的各位 觉得NVIDIA会推出专门用于挖矿的显卡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在门上留言哦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y强 我们下期再见